- 今天怎麼我晚比你開場打招呼啊 - 這是符合你一項晚到的習慣 - 我沒有晚到喔 我今天比你早到兩個小時耶 我等你等了兩個小時耶 在錄音室門口等耶 - 這我是口說無憑耶 - 而且錄音室每個小時都要算錢的耶 - 明明就是把我推出去 我才晚進啦 - 因為我們為了完成來電20這個節目 除了請來賓之外 還花錢開錄音室耶 - 真的 - 那大家要不要支持我們 - 你說哪一方面的支持 經濟上的支持嗎 - 經濟上支持你來跟大家講一講好不好 - 連壞人都讓我們坐 - 哪會壞人啊 - 我在目擊競選經費嘛 - 對啊 好想要把話播帳號真的告訴大家 - 不過今天呢 好像心情也可以好起來 - 因為今天又要去好玩的地方了 - 真的 - 我覺得來電20的旅遊系列啊 之所以這麼受歡迎啊 - 除了我們兩個主持人非常棒之外呢 - 另外就是來電20講的也非常好囉 - 我本來還想再稱讚我自己 但是我打住了 - 自己都空白了 - 今天我們請到了旅遊達人 Brian來到了現場 - 哈囉大家好 我是Brian - 嗨Brian 那今天要帶我們去哪裡玩呢 - 今天要來去冰島 - 冰島 我也沒去過好生氣啊 - 有種炫耀性質 你為什麼請這種來賓為真 - 不是我說我們每次都帶嫉妒的心在主持節目嗎 - 沒有我是帶著一個學習的心 - 真的 - 感恩的心 - 來先學習第一課 - 請問冰島首都 - 冰島首都很簡單啊 - 非常簡單啊 - 真的好簡單 - 超簡單啊 - 怎麼那麼簡單 - 欸我查出來了 - 叫做雷克亞維克 - 滿難拼的 - 就我們每次都會拼錯 - 都忘記哪裡要放I還是哪裡要放C字 - 你說寫中文都已經很難寫了 - 對啊 - 難寫到英文去 - Brian 背後意思是說他對英文的方便更為擅長 - 那當然啦 - 它有八國語言都很流利 - 真的 - 我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- 有夠便宜冰島假期喔 - 不貴不貴 - 有夠便宜呢 - 游過去的嗎 - 哈哈哈哈 - 講到冰島的旅遊好像印象中都是很貴 - 是這樣嗎 - 這是真的蠻貴的啊 - 時間大概被騙進來了 - 哈哈哈哈 - 沒有所以你要趕快把這個 - 怎麼樣子省一些小錢的地方告訴大家 - 因為畢竟機票你看 - 台灣飛過去大概怎麼飛多少錢 - 我建議不要從台灣直接飛過去啦 - 最便宜的方式是請你坐冰島航空喔 - 從歐洲到美國 - 或者從美國到歐洲的時候 - 在中間雷克亞衛克轉機 - 順便停個三天 - 這樣最便宜的 - 就是你機票 - 它的機票會比你直飛 - 從美國直飛歐洲或歐洲直飛美國便宜 - 然後你又可以在冰島待三天 - 所以這樣是最便宜的 - 所以如果說台灣的朋友 - 他想旅遊的話 - 那這樣子要怎麼飛最便宜 - 因為不可能 - 你說歐洲飛美國 - 美國飛歐洲 - 那中間沒有一個台灣的點 - 台灣的朋友沒有辦法上機啦 - 先到歐洲玩一玩 - 然後再去冰島 - 先到歐洲玩一玩再去冰島 - 然後歐洲可以先聽一下 - 算是Brian介紹的荷蘭的部分 - 對荷蘭 - 如果你要遊學英國也可以 - 當作是旅遊指南 - 沒錯 - 那今天講到的冰島 - 你說這樣子飛是比較划算的 - 台灣飛的話 - 應該三四萬塊絕對跑不掉對不對 - 通常都是台灣、香港、英國、冰島這樣飛嗎 - 不止 - 我覺得可能不止 - 因為你要考慮到說 - 那個不同航空公司的關係 - 所以可能你會從歐洲到冰島那一段 - 會變得票面加 - 所以那一段很恐怖 - 而且冰島好像只有冰島航空才能進去嘛 - 比較多是冰島航空 - 因為其他的真的很少去飛到冰島 - 有便宜航空飛啦 - 就從哥本哈根跟從倫敦飛 - 那你說不貴不貴或是很貴很貴 - 當初你設定這個假期 - 你想去那邊看一看的時候 - 是很富有的時候嗎 - 不然為什麼會想到那邊去看一看 - 看什麼 - 其實我覺得那時候其實去蓋章的啦 - 就覺得說沒有去過冰島 - 然後又再 - 會很想去對不對 - 又再輪在澳洲嘛 - 所以就乾脆利用了時間 - 利用復活節假期去一下 - 當初是那樣子 - 去感受一個很冰的島 - 因為提到冰島地的感覺 - 就好像很冷的感覺 - 還有想到一些知名的藝人啊 - 像Bjork啊 - 還有Sigar Rose之類的 - 當地的藝文氣息應該是相當濃厚的吧 - 我想 - 我覺得蠻不錯 - 因為我感覺他們都很有知識水準 - 而且冰島人感覺 - 都抱著一本書在路上走 - 真的 - 而且我跟你說 - 如果冰島人很喜歡寫詩 - 而且每一個冰島人大概都是詩人 - 而且常常有冰島人會跟你說 - 他是詩人 - 他有出版過詩集 - 欸那我不是冰島人啦 - 我以後就回到這個 - 你是冰人嗎 - 我是冰箱人 - 這樣子冰島 - 其實你飛機降落的時候 - 你感覺到的是什麼東西 - 你看到的是什麼 - 他們的機場應該也是相當先進囉 - 他們機場其實 - 雖然是蠻先進 - 但是也蠻小的 - 而且很妙的是 - 大家的班機都是同一個時間到達的 - 所以那機場就順時間 - 爆出來的多了 - 變成菜市場 - 對 變成菜市場 - 然後很妙的是我們那時候 - 去旅遊中心問說 - 我們要怎麼坐巴士去我們的旅館 - 旅遊中心的人也就 - 拿手指一指外面 - 你們去那邊排隊吧 - 我們就去了 - 去了就發現好多部 - 不同的遊覽車 - 不同的遊覽車 - 然後就上了其中的一部公車 - 上去之後我們跟他說 - 我們要去Use Hostel - 他說上啊上啊 - 沒問題上啊上啊 - 結果後來 - 等車開出去了 - 我們想說這車怎麼沒有車牌 - 也沒有什麼 - 都到底不知道開去哪裡 - 很擔心這樣子 - 到最後發現說 - 原來這個車是每個旅館都停的 - 所以 - 每個旅館都到 - 所以不管你要去哪裡 - 都要你上啊上啊 - 你就可以上了 - 喔所以還蠻方便的嘛 - 相反來說就是旅遊上面蠻方便 - 他們旅遊上面蠻方便 - 但是另外非常妙的就是我們在上車的時候 - 因為很驚慌嘛 - 所以就看一下說 - 欸旁邊有 - 所以有念佛街 - 看一下說同車 - 同一車等一下就是 - 你知道萬一發生什麼事呢 - 你知道 - 同搭一條車了 - 差不多 - 果然是非常在地的想法 - 然後我們上去就看一下說有誰啊 - 然後我跟你說很妙的是 - 之後三天我們也就在雷克雅維克 - 不停的遇到這些人 - 同樣的一批人 - 同樣的一批人 - 所以到冰島了 - 除了雷克雅維克他的首都 - 可以看一下他的 - 世榮之外 - 還有很多冰島著名的景點對不對 - 其實冰島著名的景點是他的天然風景 - 所以他的天然風景 - 一定要去看就是那個間歇拳嘛 - 然後還有他們 - 冰島人很自豪的是 - 是他們的地理教師 - 所以他們 - 他們因為那邊是會有那個 - 新生地慢慢的生成的 - 所以很自豪的說在幾百幾千幾萬年之後 - 冰島會變成全世界最大的國家 - 因為他們有一個斷層喔 - 是人家斷層是這樣隱沒的 - 他的作為斷層是因為他是這樣 - 慢慢伸出來的 - 所以他是冰島有慢慢擴大 - 每年擴大個零點幾公分這樣子 - 就不小心慢慢變大 - 對對對對 - 但是這樣子來講自然的環境 - 那你是自己去 - 你也不是跟旅行團的 - 不是我是自己去的 - 那所以很多人覺得說 - 好像要到戶外的時候 - 交通有時候會是一個問題 - 欸所以啊每個大旅館 - 各大青年旅社都有告訴你 - 有那種Excursion Tour - 就是你可以參加他們當地的旅行團 - 所以我才說 - 你在參加當地旅行團的時候 - 你就會發現 - 欸跟你從機場出來那一車的同學 - 通通都到了呢 - 所以很妙的是今天請到了Brian - 他旅遊這麼厲害 - 我們今天就給他設定了 - 去冰島這麼昂貴的國家 - 我們要怎樣省到錢 - 走一個不貴不貴的超便宜路線啊 - 有沒有什麼方法 - 他們吃一餐大概吃什麼要多少錢 - 我們怎麼省來 - 跟我們大家分析一下 - 欸我得承認我在冰島吃的 - 我只有吃了一家餐廳 - 就是subway - 喔真的喔 - 因為我那時候很窮啊 - 喔果然是不貴不貴 - 我只吃了起subway啦 - 因為我走到他們的7-11 - 就是連鎖的美式三明治店啊 - 對我走到他們7-11 - 看到半條吐司 半條吐司 - 鎖架 - 因為那時候冰島還沒有金融危機 - 還沒有金融危機 - 所以那時候還是很貴的時候 - 半條吐司 - 鎖架新台幣六百塊 - 半條吐司六百元 - 對我直覺覺得 - 上面是應該撒個金片 - 撒個金粉 - 建議從台灣去的朋友 - 可以多帶一些泡麵 - 是我保存師傅做的 - 真的我那時候就沒有帶 - 所以你看到是真的是7-11啊 - 7-11喔 - 喔那邊也開到 - 所以日式的連鎖企業也進了歐洲 - 欸我記得應該是7-11吧 - 那進去他們也會說歡迎光明嗎 - 因為他說以拉蝦瑪瑟 - 哇吐司就要六百元 - 那你還有看到其他飲料呢 - 如果想喝的渴了很渴 - 我買最小罐那種 - 大概要多少錢呢 - 也不便宜耶 - 好像也要上百了 - 因為他所有的物資都是從外面空運進去的 - 所以雲費都很貴 - 那請問冰島他自己產的是 - 沒有東西啊 - 冰 - 所以冰島完全是要靠觀光業就對了 - 對他們有很很基本的一些農業 - 但是大概只種了出馬鈴薯之類的吧 - 就是那種很 - 因為他們土地真的不是 - 因為太北邊了 - 已經靠近北極圈了 - 他們最北邊已經在北極圈裡面 - 所以在食衣住行方面的話 - 就是剛剛有提到 - 其實吃的話自己多帶泡麵 - 或是像是買這種 - 金箔吐司啦 - 或是subway之類的 - 那他交通方不方便呢 - 什麼你覺得在那邊 - 因為雷克亞威克其實不大 - 是 - 所以你當然有公共交通工具可以做啦 - 但是我其實我從 - 呃 - Youth Hustle - 大部分都是走路走到 - 走到市中心去 - 其實還蠻 - 還不會蠻遠 - 那是不是都是很那個 - 空曠啊 - 看起來到底什麼感覺 - 然後清新啊 - 海景啊 - 每個民眾走路都慢慢的 - 時尚啊 - 到底是他給我們一個什麼感覺 - 我覺得他有點像是 - 非常清新的都市 - 沒有太多的高的建築 - 像他們主要的街道 - 其實大概就是個兩三層樓高度的 - 而且就充滿了顏色 - 感覺很跳躍齁 - 很跳躍齁 - 很活躍 - 很有青春活力的都市 - 然後因為又在海旁邊 - 所以有點像是那種 - 你知道 - 青春活力的現代漁村 - 感覺很不錯喔 - 好像有點加拿大風格 - 真的真的 - 然後但是跳躍的 - 遠遠的有那個 - 就是白雪矮矮的山嘛 - 所以你還是非常推薦大家去冰島 - 我覺得蠻 - 自然風景上蠻美的 - 而且他還有Blue Laguna - 那個很有名的 - 藍色的溫泉 - 你說那個藍色的溫泉 - 那怎麼去呢 - 是有點距離吧 - 我想 - 其實他一樣有excursion - 他所有的景點都有excursion - 除非你自己要開車 - 但是你excursion - 他都有幫你安排說 - 你要去間接拳啊 - 半天啊 - 去那個 - 看他們的地理啊 - 也是半天啊 - 騎小馬啊 - 半天啊 - 然後 - Blue Laguna 半天啊 - 所以他們的行程其實價格上 - 也不是非常便宜的齁 - 那種行程其實蠻便宜的 - 因為就是 - 其實就是當地 - 把大家的人數湊起來嘛 - 然後他就開個遊覽車去 - 就是其實 - 因為大家都要去看那些 - 那不如就大家一起去啊 - 等於分享一台車 - 就分享一台車啦 - 對 - 所以冰島聽起來是現代的 - 而且安全的 - 現代安全的 - 就不用有什麼一些人生的考量 - 而且衛生的 - 衛生非常衛生 - 聽起來就是很時髦 - 只是稍微貴了一些 - 它的室容非常乾淨 - 室容非常乾淨真的 - 那各方面在冰島 - 你覺得跟歐洲國家比較 - 因為冰島他沒有在歐盟裡面嘛 - 他沒有在歐盟裡面 - 所以台灣的朋友去那邊的話 - 是鐵定要簽證的 - 不用不用 - 他還是有在申更簽證裡面 - 他在申更簽證區 - 但他那時候還沒有加入歐盟 - 因為他那時候 - 還是個富有的國家嘛 - 所以他會覺得說 - 我幹嘛去加入歐盟呢 - 但是現在 - 太太高 - 自從他們破產之後 - 他們就積極的加入歐盟啦 - 當然人都要往前學習嘛 - 對 - 也是一個經驗的成長啊 - 對 - 不過剛才有提到幾個景點啊 - 那像見歇犬一直都提到 - 可是有些朋友可能連見歇犬 - 都完全不太了解 - 他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景觀的方式 - 其實有點像黃石公園的老詩泉 - 老詩泉 - 對 - 他其實就是因為火山的地底下地熱活動 - 然後他定時的會在某個時間 - 噴出來 - 對 - 而且是很壯觀的 - 滿壯觀 - 因為噴得滿高的 - 所以你有拍很多照片 - 有 - 然後你自己也在前面 - 會比個勝利的標誌 - 一定要的啊 - 一定要的啊 - 一定要的啊 - 對啊不然就枉費 - 身為台灣人 - 所以你那時候去了三天 - 但是三天的 - 玩的行程是足夠 - 玩到他們主要的一些景點就是 - 對就是在雷克亞威克附近的 - 知名景點其實都去了 - 但是當然沒有說像 - 像我有另外一個朋友 - 他是去 - 還著冰島自助旅行 - 他自己開車去 - 然後去露營的 - 那種我們就沒有辦法 - 因為那個露營那個困難度稍微高 - 聽說還蠻危險的 - 因為有些地方根本就是沒有人煙的地方 - 對 - 而且溫度有時候是起低 - 對 - 所以其實他們整個環島你要去露營的話 - 那其實他們是有時節限制的 - 因為如果你 - 他會希望你說你要留好你的通訊值 - 聯絡值 聯絡方式 - 因為不然你萬一到了一個人煙秒置的地方 - 然後你突然在那邊 - 而且手機也收不到訊號 - 對啊 - 所以我覺得那個其實是有某種困難性的啦 - 所以來電20請到Brian就對了 - 因為他介紹一些地方 - 可能你看像冰島 - 就是可能有些旅行團都沒有辦法去 - 你想去也不知道該怎麼去 - 現在Brian就告訴你 - 不僅讓你能去 - 還能讓你便宜 - 那你有沒有印象中 - 如果在那邊住宿一個晚上 - 最少好像聽說連青年旅館 - 四五千都跑不掉對不對 - 因為他的物價就是相當的高 - 其實沒有到四五千啦 - 我覺得大概一千左右 - 就是通常青年旅館的價錢 - 那青年旅館 - 對一些台灣型態啊 - 或在地文化的觀光客來說 - 他不太了解青年旅館是什麼樣子的形式 - 它是一個很奢華的房間 - 雙人房兩個人可以在裡面吃東西 - 還是很奢華的十六個人的房間 - 我記得大部分青年旅館是share - 就是說你絕對不會是自己人在自己的一間 - 對 但是他們一般來說就是四到六個人一間嘛 - 但是像我跟我朋友去的時候 - 我們就兩個人 - 就是跟其他人share一間 - 但是因為大部分 - 其實青年旅館裡面的房客都蠻友善的 - 蠻青年的 - 所以青年也有了 - 但是也是有中老年啦 - 當然有些長輩 - 長輩 - 但是基本上他們會提供早餐嘛 - 所以早餐就是 - 基本上的早餐就是有 - 有牛奶啊 咖啡啊 麵包啊 - 還有一些火腿啊 - 火腿片之類的 - 所以你早餐一定可以吃得飽 - 那它是加在房價裡面的 - 然後你房間是跟人家share的 - 然後當然它的浴室啊 - 衛浴這些都是跟大家share的 - 就一起用就對了 - 對 - 但是青年旅館其實還有一個很妙的地方就是 - 像這種他們是國際青年旅館組織裡面 - 他們通常會提供那個廚房 - 所以你可以自己去超市買東西回來做 - 這樣你就可以更省 - 你就不需要說 - 在外面還要吃大餐 - 就是你可以走到超市 - 然後你去買了東西回來用他們的廚具 - 當然你使用完你要幫人家洗乾淨 - 就不要丟到那邊說沒有人會幫你洗乾淨 - 這個很重要 - 可是就先說自己是別的國家來 - 然後再丟著 - 而且可能跟台灣一些朋友出國旅遊不太一樣 - 就是你自己的行李啊 - 或什麼樣的東西 - 可能它有一個櫃子讓你鎖著嘛對不對 - 對對對對 - 然後你就不可以隨意的放置了 - 不然到時候全部都會不見了 - 這不管在哪個國家都有可能會發生 - 那冰島除了剛剛說的這些著名景點之外 - 還有沒有什麼特別的地方你一定要推薦的 - 我一定要推薦的就是請大家去騎小馬 - 騎冰島馬 - 冰島馬跟台灣馬 - 冰島馬 - 其實說是小馬其實不是很小啦 - 但是它跟其他的 - 譬如說平常你會在歐陸 - 歐亞大陸或美國看到的馬 - 其實它的體型是比較小一點的 - 而且冰島馬很妙的是 - 根據當地人告訴我說 - 這個冰島馬一旦出了冰島 - 就再也回不去冰島了 - 所以冰島馬 - 它的冰島馬是不進口的 - 不會說出口之後再讓它回來 - 沒有就是你做出口就出口了 - 為什麼 - 因為習慣了外面富裕的生活 - 因為他們可能是要 - 要有一些疫情上面的 - 對對對對 - 冰島馬其實一般也比較溫馴 - 到那邊其實很棒的是 - 因為冰島的湖光山色非常的妙 - 你從馬場喔 - 它會帶著你一直騎出 - 它不會讓你自己騎啦 - 它會有一個馬術教練在旁邊帶著 - 因為那些馬都已經受過訓練 - 但是有時候還是會突然跑起來 - 或者什麼之類的 - 它旁邊要盯著這樣子 - 聽起來很美 - 而且你聽到說 - 騎著小馬看一下冰島的湖光山色 - 可是講到湖光山色 - 可是講到湖光山色 - 你就沒有 - 沒有 你出現的是中國杭州的湖光山色 - 所以我要請Brian形容一下 - 請問在冰島看到的湖光山色是怎麼樣 - 是有柳樹嗎 - 還是有廣牆 - 沒有沒有沒有 - 它看到的是什麼呢 - 其實冰島 - 因為在這麼北邊了 - 所以它其實森林已經不多了 - 大部分其實是 - 比較屬於是太原那種 - 其實你看到的是高山 - 然後遠方有些冰河 - 你看得到冰河的 - 冰河好酷喔 - 然後 - 所以你會看到有些山頭是積著白雪的 - 有冰河 - 是 - 然後有一些地方是冰河的遺跡 - 所以那些就比較有一些那種 - 地質上的觀察 - 地質上的觀察的 - 大部分它當然還是有草啦 - 然後有河流流過嘛 - 所以你就會騎著馬 - 然後有時候馬就會不管你阿 - 他就要先去喝水阿 - 先去吃草阿 - 之類的 - 好酷喔 - 還到蒙古了 - 欸 - 這個時候馬書教練就要跑過來說 - 欸馬不要吃草要繼續走 - 不要那個人這樣 - 因為馬也很貪吃嘛 - 對 - 所以比較是屬於冰沿大陸的景觀的感覺 - 對 而且我覺得其實就是跟大自然親近阿 - 我覺得而且 - 它其實真的實實在在讓你騎個三四小時喔 - 我剛剛聽就是 - 就真的很喜歡做那種類似印第安娜窮士的行程 - 因為感覺騎著馬在冰沿大陸上面跑 - 就那個連配樂都出來的感覺 - 對 - 對馬來說是激烈運動還是 - 對 - 對騎馬的人 - 對雙方來說都是激烈運動 - 可是馬可能不是馬可能天天在跑 - 它會怕習慣了 - 因為有些我們的聽眾他可能說 - 哇那這種自然風光我們看個一兩天也夠了 - 那剩下想要shopping一下啦 - 夜生活一下啦 - 或帶伴手禮會 - 帶伴手禮也要 - 可是太貴了 - 所以還是不要 - 那就是可是夜生活阿 - 或是逛逛街也要 - 買買東西 - 它在都市裡 - 這些是不是跟其他的都市都差不多 - 還是有什麼特別 - 但是我的確有一個納悶的地方 - 因為我去 - 我有試了他們去他們的夜店 - 可是我都已經12點1點鐘去了 - 還是沒看到人欸 - 連老闆都不在嗎 - 對阿 - 所以我不知道我到底是那一天 - 剛好是碰到哪一天還是怎麼樣 - 就是我一直很納悶說 - 對阿 - 到底他們人都去那裡了 - 夜店 - 所以我沒去過 - 不過就我讀到的資料 - 其實他們真的還是比較喜歡做一些在家 - 或是戶外的活動 - 對其實他們 - 基本上是很戶外 - 像我們住的那個青年旅館喔 - 可以免費去隔壁的游泳池游泳 - 然後他們在夏天的時候 - 冰島人很喜歡做一些戶外活動 - 所以你常常會看到 - 雖然我們覺得很冷 - 他們可是脫光光 - 沒有脫光光啦 - 就裸著上身子 - 躺在草地上曬太陽 - 因為他們這 - 據說是不是一年當中 - 可以吸收到日照的時間很少 - 就是靠夏天啦 - 因為我在那邊的時候 - 晚上兩三點 - 你看到天還是微微的亮著的 - 所以幾乎已經是永咒了 - 那所以你可以想像 - 永夜的時候就是 - 他們可能 - 太陽是早上十點鐘起 - 才升起來 - 然後一兩點鐘就下山了 - 那滿好 - 很多夜店就適合去那邊開啦 - 看二三小時 - 夜店就去不對時間 - 搞不好人家下午十二點就去夜店啦 - 對啊 - 所以永咒永夜 - 這也是我一直想要感受的一個 - 特殊的一個自然景觀 - 所以其實這個還反回來 - 顧慮到一點 - 就是其實去冰島 - 不要傻傻的 - 什麼時間都覺得可以跑去 - 其實它是有比較適合去的時間 - 對 我建議大家還是 - 永咒的時候去吧 - 就是夏天的時候 - 那當然 - 因為冬天天氣比較不穩定 - 可是他們的夏天應該也是 - 等於台灣的冬天囉 - 台灣夏天啊 - 就同樣是北邊 - 也是這麼熱啊 - 感受至少 - 沒有沒有啦 - 我想說也要到這麼熱 - 溫度 - 冰河不是全部都融光嗎 - 要戴黑白兔 - 藍白兔 - 所以他們的 - 夏天的溫度 - 其實就跟台灣冬天是差不多的嘛 - 對 對 - 那這樣子還光上升 - 在那邊曬太陽 - 所以不要聽到 - 我們夏天去冰島 - 然後就戴比基尼去那個 - 對 - 但是還是要戴厚重大衣的 - 比基尼只能用在飯店拍張照 - 拍完立刻大衣要穿上 - 所以厚重的大衣是要記得戴的 - 所以今天還是非常感謝 - Brian來到現場 - 跟大家介紹冰島 - 所以冰島 - 你去過這次給你的體驗 - 覺得最大的收穫是什麼 - 最大的收穫啊 - 就是到了一個這麼昂貴的地方 - 體驗到了這麼昂貴的地方 - 就是感受上面就對了 - 然後在文化上面衝擊 - 文化上面衝擊也蠻多的 - 因為我覺得很少到了一個城市 - 可以感覺到說這麼文藝氣質 - 每個人都是詩人 - 欸我不是冰島人啊 - 可是我覺得我感受到的就是 - 能在台灣吃到35塊的一整條吐司真好 - 非常幸福 - 非常幸福 - 好那下次再找Brian來聊聊 - 到底還有哪些地方好玩喔 - 那下個禮拜見囉 - 拜拜 - 拜拜